关闭疫情下本地中小型企业加速数码化 强攻网络市场 不过一些企业因为资源有限又操之过急 忽略了网络安全这一环节 导致网络黑客有机可乘 网络安全公司透露 勒索软件和钓鱼式攻击事件越来越频繁 中小企业为加强网络安全措施 纷纷提高这方面的开销 新加坡网络安全局也将在三月底前 推出网络安全信誉标志 肯定那些做足网络安全防御措施的企业 记者李一化了解 我们随记者李一化一起去了解本地的企业 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和政府是如何多管齐下 加强企业网络保安系统 向越来越猖狂的网络黑客宣战 这家本地企业的测纸纸 免洗消毒液等产品在疫情下热销 随着生意蒸蒸日上 网络系统中储存的客户资料也越来越多 公司因此更加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于是利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津贴 投入不到一万元资金增设更顽强的防火墙系统 防止员工进入可疑网站 及时找出可疑链接等 保障公司和客户资料的安全 我们一天可以收到几百个订单 那这几百个订单也是代表有几百个客人 把他们的资料都给我们了 都信任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保护他们的这些资料 所以就把这个系统做起来的 这个防火墙做好过后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现在可以真正的放心 再把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超过5000个中小企业 已在资美局中小企业数码化计划下 采纳网络安全方案 要申请安装网络安全方案的中小企业 在3月31号前仍可享有高达80%的津贴 之后的津贴幅度则下调为70% 为各行各业提供专业网络安全方案的这家公司表示 本地和东南亚区域的网络安全方案和服务需求 暴增多达70% 也有更多企业的网络安全预算 提高了20%以上 而这主要是因为疫情下 这家办公成了既定模式 更多企业需采纳云端科技 尽管如此 钓鱼室攻击和勒索软件攻击 近来还是层出不穷 我认为质量的运动是在媒体上的运动 而是更加激烈和更加激烈,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些人在公司工作 而行之类的, 不过他们用一些任何名字 所以很多公司会有攻击的攻击 这些人会有关于他们的攻击 他们的资料 而经常失去到这个资料 这会发生更多了 不需要的负责应是一种最大的 最快的事情 你能够解决在你的社会 如果不得了 它可能会很疯狂 根据网络安全局数据 涉及勒索软件的网络犯罪案件 从2019年到2020年之间猛增了一倍半 受害的以中小企业居多 当局指出中小企业网安资源少 又往往是大型公司供应链重要的一环 因此网络黑客很多时候会锁定中小企业下手 然后进一步侵入大型公司的系统 为提高中小企业的网络安全意识 当局专为这类企业推出网络安全工具箱 帮助企业和员工加强网络安全基本知识 当局强调目前虽然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 但各家中小企业还是能做好准备 在遭遇攻击时降低损失 中小企业在数码空间也应该采取良好的网络安全措施 这包括了解您机构拥有哪些硬件和软件 并加以保护 让员工做好准备成为您的第一防线 保护您的系统 免受恶意软件的攻击 定期更新设备和系统上的软件 备份重要数据 网络安全的威胁在数码化时代 相信只会日益加剧 不仅是企业安装网络安全方案那么简单 一般民众也不能钓鱼倾心 有黑客最近就看准QR码的普及 发送钓鱼电邮给数百万用户 用户扫描了QR码 就会被带到试图骗取银行户头 信用卡等个人资料的恶意网站 因此要确保网络安全 每个人都需提高自身的网络安全意识 别轻易落入骗子圈套 银行钓鱼简讯的诈骗事件 也让更多人提高警惕 不少人上网分享自己收到的钓鱼链接陷阱 揭发诈骗伎俩以免其他人上当 是 除了冒充银行发出的简讯 也有不少企业机构也遭到了不法之徒 盗用芯片 直总评价合作社近期在社交媒体上 上载了一张假传单 上面就写着扫描下方的QR码 领取20元的超市地券 直总表示这并不是直总超市发出的 目前也没有类似的促销活动 直总以就此向警方报案 据了解扫描QR码后 就会登陆一个金融调查网站 不法之徒可能从中收集用户的个人资料 或者是又使用户点击钓鱼的链接 有网民则收到了串流服务平台 网飞的电邮 表示因为货帐出现问题 账号遭取消 要求网民点击链接重启账号 有眼睛的网民就发现 送件人的标志并非网飞的官方标志 加上网址也不是用户的账号登记网址 才断定是诈骗的邮件 诈骗手法也是越来越大胆了 也有不法之徒 甚至冒充银行借贷服务 在网上打起广告来了 搜索银行号码等相关的讯息 广告就会出现 让人以为是真的银行链接 点击进去或拨打热线 直接和冒充银行职员的骗子接抢 警方表示这类诈骗手法 从去年12月至今 已经有15人遭骗 也骗走了差不多50万元 没错 很多时候骗子发送的 钓鱼简讯都会出现在银行 或者是企业发送的 简讯链中 让人不会起义心 一名本地的网友在网上分享 其实只需要通过 同样的寄件人名称发出 就能够把简讯 发到简讯链接当中 他之后也示范 把假的诈骗简讯 直入银行或者是政府部门 发送的简讯链接当中 他认为有效的杜绝 这类手法的方法之一 就是必须事先登记 才能以寄件人的名称发简讯 并也启动了网上请愿书 希望当局能够考虑 纳入这项规定 新闻管理局之前也表示 所有的银行简讯将 不会有任何链接 这里也要再次的提醒您 看到简讯上有链接的话 就千万不要点击 今天的时程有约就不到这 欢迎你浏览八世界新闻网 以及新闻深呼吸 Facebook页面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